追索 二戰上報 目標遭受噪聲干擾 整個屏幕都是亂碼 我們這次遇到的那種噪聲干擾 欺騙干擾 不僅強度大 種類多 對我們的這個影響 應該說比以往是大了很多 這是我們沒有想像到的 剛剛克服了干擾 但接下來的情況 卻讓連長王洪更緊張了 報告 目標消失 別急 加強搜索 明白 還是很擔心的 有次目標突然丟失 過十幾秒之後 這目標才重新出現 我們當時搜索的那批目標 它高度突然下降 直接躲到了傷後 防空兵主要擔負著對空偵察警戒 制止敵人空中偵察 攔截和歼密敵方空襲兵器等任務 對掩護軍隊的部署和行動 有著重要作用 而此時連長王洪正面臨著強干擾 炒地空 速度快等一系列難題 一旦失守 後果將不堪設想 當時想完了 有可能打不中了 應該說精神應該是非常緊張的 當時看到這個目標的速度 跟我們之前應該說想像的不一樣 當時我們也是像他們冒了一身冷汗 感覺這個速度那麼快 我們能不能看機 能不能打 當時心裡面還是有點猶豫的 連長王洪頂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努力保持冷靜 面對高難度的防空目標 他們能命中嗎 放下支援 導彈準備好 二撞上槍 導彈發射 看外邊這麼大煙 而且這個導彈飛機的軌道 我能看得特別清楚 我的天太热烂了 好战上报 目标命中